那么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复习一下本课程的第18次系列课 那么这一节课当中我们主要复习一下一种新的接触结构 是金属和半导体接触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接触体系 那么这和Pn结的接触体系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那么在讲之前我们简要熟悉一下 在这样的一种金半接触体系的能态图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由于金属我们很少去谈论金属的导带和架带 所以说要想了解金属和半导体接触的能态图 我们往往要引入一些新的概念 因为金属当中一般是没有导带和架带这么清晰的区分的 它也没有近代这样一个概念 只有对半导体来讲这几个概念才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对于金属来讲更重要的是费米能集 因此金属和半导体接触也会引入一些新的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第一个就是公函数 公函数的概念一般就是用W来表示公函数 它表示的是真空能集与费米能集之间的这样一个能量差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什么叫做真空能集呢 真空能集一般是指真空当中静止电子的能量 所对应的能量水平我们称之为真空能集 那么具体到金属上来讲 我们知道金属的这个费米能集 那是在绝对零度的条件下 电子所填充的最高的能集水平 那么根据这个光电效应的实验 我们知道呢 要是金属中的电子啊 逃一出金属啊 成为这个真空 比如在真空里边 你这个一个金属上面 阳光打这个不同频率的光打上去 某一个频率以上的光啊 是可以使金属当中激发出电子的 所以呢 这个情况下呢 就一个问题 那就说什么呢 你就知道 原来这个金属体系里面的电子啊 是需要能量的 才能够变到真空当中 所以一般来说呢 真空当中的 这个真空当中静止电子的能量 也就是这个真空能集呢 是比费米能集在能量上要高的 因此金属的公函数 就定义为真空能集和费米能集的差值了 叫WMM代表metal 那么同样对半导体 也适用这个概念 那就是真空能集和这个半导体的 费米能集的能量差 我们定义为半导体的公函数 那么你可能要问了 说这个半导体的费米能集 是它近代中的呀 这里面没电子啊 那你怎么来表征 这样一个能量的跃迁呢 人们为了更清晰的阐述 这个电子的跃迁呢 还引入了一个第二个新的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电子的氢核能 它表征的是真功能集 与导带底之间的差 能量差 那么实际上在能带图上 就是代表这一段 也就是这个代数符号叫做开 那么这一段就代表的是电子的氢核能 那么从能带图上呢 我们也很清晰的看到 WS和开之间的关系 那就是说什么呢 这二者呀 是相差了一段能量的 这个能量的差的大小呢 就是EN 这个EN呢 实际上就是 一般也可能也叫费米氏 大小就是EC-EF 导带底和费米能集之间的 这个能量差 有了这个几个概念的 这个铺垫之后呢 我们就来研究金属和半导体 接触的这个能带图了 那么这里边呢 首先假设一个特例 那就是金属的公函数 大于半导体的公函数 而且我们研究的是 以N型半导体的接触体系 那么当二者相距无穷远的时候 那就可以视作两个单独的体系的情况下呢 我们发现 真空能及二者是一样的能量上 因为这个情况无限远的地方啊 这个两个体系都独立的情况下 那么电子的真空当中的静止的这个能量 对应的能量 当然也没什么区别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能带图 当二者相距很远的时候呢 就出现什么呢 由于金属的公函数比较大 那么它实际上意味着 它的费米能级就比较低 那半导体的公函数比较小 费米能级就比较高 我们讲过 费米能级呢 是电子填充水平的标志 你可以简单的形象理解为 这就是电子海洋的水平面了 所以换句话 对于半导体的来讲 它的电子海洋的水平面比较高 那么金属的就比较低了 如果在这之间给它连通上一个管道的话 让它电子可以交换的话 那么一旦连通 那么半导体中的电子 由于能量比较高水平面 所以它会大量的流向金属 这个过程 那么怎么来实现呢 我们往往是在金属和半导体之间 连上一根导线 金属导线 那么这个情况下 这个电子和这个金属和半导体 在电子交换这个系统上面 功能上面就连通了 它们就变成一体了 于是电子呢 由于这个半导体的公寒数来的高 它的费米 公寒数低 费米能积高 所以它电子流向金属 那么最终呢 什么情况下 它就不流动了呢 就是二者达到了一个相同的水平面 就是费米能积一致了 通过导线 一致了 它们二者就不再流动了 可是由于在电子流动之前啊 金属和半导体各自啊 都是电中性的 因为对于对于 因此对于半导体来讲 电子大量流失之后啊 那么它在它的体内就留下了正电荷啊 净胜的正电荷 而金属这一次呢 接受了很多负电荷之后 电子之后呢 表面变成负电荷了 因此呢 它导线上面就形成了 从半导体直向金属的一个电场 由于这个费米能积拉平之后啊 这个这个半导体体内又有电 这个这个导线上面又有电场 那么在导线两端就有电视差咯 那么这个电视差的大小呢 哎 由于费米能积是拉平了的 所以他们这个接触电视差 这个电视差的大小呢 恰好啊 就等于二者这个费米能积的这个差值 而费米能积的这个差值 我们要求的这个差值呢 恰好就等于二者公函数的这个差值啊 这个公函数的差值不就等于这个费米能积的差吗 所以我们定义这个金属一侧的这个电视 减掉半导体表面的电视 定义为它的接触电视差 你注意由于电场是从半导体直向金属的 因此呢 在金属这一侧 因为电视是沿着电场方向降低的 所以呢 金属这一侧的电视 要比半导体表面要来的低 因此VMS定义成VM减VS一瞥的时候 它是小于零力 因此呢 我们就有了 就说什么呢 在这个平衡的状态下 费米能积拉平的情况下 接触电视差 用能量来表示乘上一个Q 它要小于零的话 那么我们就正好和公函数啊 有一个定量的啊 这个差值关系 可是这个情况啊 由于它是小于零的 所以呢 用WMS这个小量减掉这个WM一个大量 这就是接触电视差的概念啊 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下一步想 所以这个距离呢 要减小 那么减小刚才讲了 这个接触电视差啊 这个你距离的减小 并不改变费米能积的水平了 这样一个概念 因此呢 在金属一侧和这个半导体一侧的 这个电视差呢 并不发生变化 那么什么发生了变化呢 我们知道呢 由于这个电厂啊 是连续的啊 电厂是连续的 在这个导线上面有电厂 这电厂哪来的 那半导体表面也是有电厂的 因为它连续的嘛 半导体表面的电厂哪里来的 那是由于半导体体内的正电荷来的啊 可是由于在开始距离无限远的时候呢 这个电厂很小 因此呢 由于电厂的连续性啊 电位移的连续性 所以呢 这个电厂在半导体表面处于很弱 那么根据高次定理 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情况下 要求半导体体内的正电荷的量是很少的 因此呢 可以近似认为 在半导体体内并没有静盛的正电荷 只在半导体表层的区域里边 有少量的正电荷 就足以提供这么微弱的一个表面电厂了 所以在半导体体内呢 这个能带并不发生弯曲 当二者相距很远的时候啊 当金属和半导体相差很远的时候 能带并不弯曲 因为电厂很弱 可是刚才讲了 二者随着距离的靠近呢 由于这个接触电视差啊 费米能力是水平的 接触电视差并没有发生变化 可是距离变近了之后呢 就意味着接触电视差不变的条件下 电厂强度要增强 而电厂强度的增强 那么就导致呢 在半导体表面处的电厂也要增强了 那么半导体的电厂刚才讲过 是由体内的电离支柱的正电荷所提供的 表面处电厂的增强 势必要求什么呢 势必要求半导体体内有更多的正电荷 来供给这个电离线 对吧 才会使电离线密度增加 相应的表面电厂增强 可是由于在半导体体内的正电荷 是由电离支柱 这种不可动的固定正电荷来提供的 因此呢 和PN节的空间耗尽层是一样的 你在这个 你当你需要更多正电荷的时候 它只能靠来扩展这个耗尽区 有这么个概念 可以扩展耗尽区来实现 而我们知道 当体内又在一定厚度之内 就存有正电荷的 相当厚度之内 有正电荷 静盛正电荷之后呢 用高速定理 高楼面一画 那么在半导体的体内要有电厂 而电厂就意味着 在半导体体内电视 所以距离有变化 电视的变化导致电视能的变化 因此呢 最终就反应在能带上 它要发生弯曲 也就是说在半导体体内 由于电厂的存在 它会使得这个半导体体内 存在电视的降落 电视变化 实际上呢 也就是说从客观上讲 由于这个金半接触的电视差 并没有发生变化 因为费米能及 这个还是属于平力 拉平力 因此呢 这个情况下的接触电视差 就是由于电厂的连续性啊 从半导体内部是指向体外的 在缝隙里边 这个连接的导线上 也是由半导体指向金属的 所以呢 这个积分下来 这个电视降落呢 就是一个串联的关系 那么就是说 一部分仍然是降落在这个导线上 那么另一部分呢 是降落在半导体上面了 二者加起来构成总的接触电视差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就来看定义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表面式 这个表面式是指什么呢 是指半导体表面和体内的电视差 你注意 由于这个电厂是从内指向外的 电视是降落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半导体体内的电视能 比这个半导体表面处的电视能 能量上来的低 所以呢 除以一个负Q 那么就说半导体表面处的电视 实际上是要比体内还要低 因此你一旦定义了这样的表面式之后呢 那么这个VS实际上是小于零的 因此呢 这个就告诉我们 随着距离的靠近呢 这个接触电视差 有一部分要转移到半导体体内 而体现在半导体的能带上 就是能带的弯曲啊 那么考虑一种极限情况 那就说什么呢 二者靠近的距离为零了 那实实在在二者是物理接触了 不再需要通过导线完成电子的交换了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是使得 这个导线上啊 可以假想非常短的导线上 这个电厂要通的很强 可是必定距离是为零了 因此导线上的这个压降 就变成零了 那么这个接触电视差呢 就全部的串联转移到半导体上面去了 转移到半导体上面去了 所以在极限情况下 这个接触电视差最终啊 所造成的这个半导体能带的弯曲 看起来呢 对电子来讲就跟PN节一样 是个室垒 室垒的高度的大小 我们定义成QVD 它是个大于零的量 因为是室垒嘛 那么它就可以折算成是接触电视差相关的那么一个量 可是这个情况下 要是接触电视差这个室垒为零的话 我们就要用比较大的那个公函数 减调比较小的那个公函数 所以这一点你要注意的 那么另一点呢 这个我们知道了 从电子这 从半导体这一侧看到的是QVD 那么从金属这一侧看到的是雷呢 我们定义一个新的量 这个量的大小叫做Q5S 我们称这个室垒叫做肖特基室垒 它等于多少呢 我们以这张图为例来看一下 这是金属的真空能级啊 它这一点和费米能级的差就是WM 那么这个电子这个半导体这一侧的真空能级在这个位置 那么它和导带架带顶之间的导带顶 导带底之间的距离呢 就是电子的氢合适 那么当距离无限靠近的时候呢 那么金属的这一点啊 就和半导体的这一点要重合 于是我们在求解这一段距离的时候啊 这一段就是我们感兴趣的肖特基室垒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等于什么呢 它就正好等于这个金属的公函数减掉这个开啊 这个二这二者重合之后就等于WM减开就变成了这一点 所以呢我们在这张图上看到的这是一零那就是这一点二者金属的公函数 那么这一点是要对应的就是半导体的这个这个呃电子的氢合适了 所以我们定义成这个肖特基室垒的大小也是个正值 它等于WM减掉开 那么这里面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画图上你看到了吗 这个半导体的真空能级啊 是和电场有关系的 就能带弯曲之后 它也弯曲 它以保证在各个不同位置处的开是一个常数 所以说呢 半导体里面的开往往是一个常数 而金属的公函数是可变的 因此理想情况下 肖特基室垒实际上应该是随金属的公函数有一定的变化力 那么这张图呢 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 这以后要讲的一种极端的简化的啊 肖特基室垒的接触 金半接触的能带图了 那么对于金半接触呢 又有几种特殊的构 几何这个这个能带构成 那么这个构成呢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对N型半导体来讲 如果金属的公函数大于半导体的公函数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金属的费米能级来的要低一些 于是呢 这个半导体里面的电子啊 接触之后就源源不断的流向金属 从而造成接触平衡之后呢 半导体一侧呢 这个这个电子的缺少 因此呢 实际情况就是 一旦完成了接触 半导体的表面就要欠缺电子 那么反映到这个能级水平上面 就是导带底离这个费米能级距离 在表面处要更远一些 相对于体内 因此它是向上翘的 那么向上翘的这样的一个能带 实际上对电子来讲 实际上就这个室垒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由于在这个电荷区里边 空间这个室垒区里边 它是能带向上翘的 所以它的载流的浓度比较低 比体内 因此它是高阻的 所以呢 加上呢 它有一定的整流特性 我们称之为阻挡层 对于阻挡层是有整流特性的 因为这一点呢 也可以直接从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能带图上面 有所体现 那就是说什么呢 你接这个电子 从这个这个半导体流向金属 这一侧 这个能带弯区啊 是对外加电压有敏感性的 因为你外加电压 用过耗进层信息呢 是完全体现在 外加电压的影响和偏接一样 是完全体现在这个金属 这个半导体这一侧的 这个能带弯区量上面的 外加正向电压能带弯区就 就这个就减小 所以这就是室垒是降低的 如果外加这个反向电压比较高的话 那么它的室垒呢 就变得比较高啊 所以呢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正这个从这个半导体流向金属的 这个电子是受电压敏感调控的 可是反过来 电子从金属放半导体这一次跑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它越过的这Q5S这个室垒 实际上是和这个 是和这个这个外加电压 没什么关系的 因此呢 这个就是整流的物理来源了 就是这个从定性的一看就知道啊 这个二者有一的不对称 所以它有一定的整流特性 因此呢 像这样的一种室垒 和阻挡层结构 它是有整流特性的 而且是高阻区 那么另一种极端情况呢 就说什么呢 还是N型半导体 可是由于金属的公函数 比半导体来的小 那也就是说半导体的这个费米能级来的低 因此呢 金属的电子源源不断的就流到了半导体里边 二者平衡之后呢 就使得半导体的表面电子盈余 因此呢 使得表面填的能带上 就是这个导带底部 要向费米能级在表面的处的地方呢 要靠得更近一些 甚至呢 由于电子太多了 以至于呢 它都已经低于费米能级 在表面处要发生减并 那么这时候呢 能带是向下弯曲的 那么对这样一种能带来讲呢 无论电子是从左向右 还是从右向左 对它来讲啊 这个电子都看不到这种情况的事雷 因此这种情况下 由于表面处大量负负极了电子啊 是多子 使得表面处的电导增强 因此它就不是高组层 反而是低组层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接触结构 从左向右能带呢 由于电子看不到室雷 因此它就不是整流特性 而是一个O5接触特性 那么对于P型半导体 也有这个阻挡层和反阻挡层 这样的一种概念 所以大家自己分析一下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销子机室雷的话 实际上是和WM-Ki相关的 那么这个应该是对金属的公函数 比较敏感的 因为半导体的Ki不变的 对一个材料就一个Ki 那么事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人们研究就发现 它不是这样的 不同的金属放上去啊 这个虽然WM是不一样的 可是泛因S呢 算出来这个测出来的大小差不太多 对这个WM的变化并不敏感 于是人们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呢 就提出了 就是仔细了研究了各种方案 于是最终发现呢 认为这个表面态啊 对室雷高度 如果用这样一个模型 合适模型呢 是可以比较好的解释的 那么这个表面态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 我们知道呢 晶体的能态 能带啊 是通过这个晶体的周期性 来有所体现的 才能得到能带 对吧 但是在半导体表面的地方 由于周期性的突然的中断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它用于体内来讲的话 它就不太完美了 晶格的这个点阵的排列 因此呢 表面的地方 由于晶体的不完整 它就会引入表面态 有许多能态 而研究发现了这些能态呢 都大量的集中在 连续分布在这个晶体里边 而且呢 对这个表面态啊 它可以赫电 可以呈现电 正电性 负电 也可以呈现电中性 什么情况要呈现电中性呢 这个情况 就是说什么 在表面态里边 它存在一个能级水平 这个能级水平呢 大概是距这个价带顶部 三分之一一级的地方 有这样一个能级 当这个电子填充的水平 填充表面态的时候 完正恰好填满这个三分之一级 这个地方呢 哎 这时候表面态是呈现电中性的 如果此时你再有这个 再有电子继续盈余的填充的话 就会使得这个表面态 呈现负电性啊 负电性 这时候就像受主一样 那么如果这个呃 平板的电 这个表面态呢 有电子缺失了啊 一出了 那么这时候呢 表面就呈现正电性 就好像失主一样 所以呢 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知道呢 由于在表面这个地方啊 对N型半导体 像我们举这个例子 N型半导体的费米能级呢 仍然还是比表面态的这个填充水平的能级呢 要来的高 因此呢 尽管和半导体和在和金属接触之前呢 这个半导体内部的电子啊 就体内和表面就要发生一定的交换啊 因为半导体体内的电子水平比较高 而表面就比较低 因此呢 它就有大量的体内的半导体电子呢 要填充表面态 那么填充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它就要使得二者的水平要拉平了 那这个情况下 体内和表面的费米能力一致的情况就不再流动了 可是由于表面处的这个能态密度非常的高 就是特别是在三分之一 一级这个这个标志电中性能级的这个地方的水平 能态密度非常的高 所以呢 以至于呢 它可以容纳可以认为是无限多的电子 因此呢 你体内来了很多电子去填充它 可是它表面处的那个能级啊 电子填充最高水平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没有明显的变化 可是由于体内缺少了大量电子 剩下了很多正电荷呢 就使得表这个体内的能带啊 向上弯 因为这时候的电场是这个样子 所以电势呢 向表面是降落的 于是呢 电势能是爬升的 所以呢 能带向上弯曲了 所以呢 就有这样一个状态 就说什么呢 在尽管和金属接触之前啊 半导体的表面处的费米能级 已经牢牢的被盯扎在三分之一 一级这个位置了 在接触之前就已经是能带是弯曲的 而且位置也告诉你 就在这个位置上 因此 以这样的半导体再去和金属发生接触啊 那么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这个现象也好理解 因为这个能带表面带不光对半导体作用 它对金属也起作用 就是说尽管金属的费米能级 此时和这个半导体的表面处的费米能级有差别 发生电子流动 它没关系 我是能带海洋 有的是能量状态 所以呢 最终的话 它就和半导体的钉扎是一样 它也会把金属的费米能级牢牢的钉扎在平衡之后 牢牢的就钉扎在距这个架带顶部 三分之一一季的地方 那么你要问了 说这个二者的接触电视差哪里去了 像那个没有表面态的时候 这个接触电视差是转移到接触之后啊 是转移到半导体上去 可是由于在这个没有表面态的这种金半接触体系里边呢 电子是金属和半导体之间直接交换的 那么这个交换当然是可以导致这个电压降啊 往这个半导体体内这个这个转移的 可是由于这个情况下有了表面态他们的电子交换是通过这个中介完成了 二者没有直接见面 而加上这个中介的能量状态又是能态海洋这样一个概念 因此就造成了一个客观的现象 那就是什么呢 接触电视差呀 并没有转移到串联到半导体体内 而是什么呢 完全降落在金属和表面态之间的一个无限窄的缝隙上面 可能是一个电荷层啊 很薄 所以呢 这个接触电视差呢 就近似的看作什么呢 是一个偶级子 是一个偶级层 这一层很薄啊 电荷有一层确实是接触了 但是有一层很薄很薄的电荷来承担这个接触电视差 那么这个情况下 半导体体内的这个弯曲的这个程度 能带弯曲程度就对金属的公函数不敏感了 于是呢 我们接触完成之后 体系拉平之后啊 这个距离就变成零了 最终呢 就会变成这个 我们所考察的肖特基的这个接触室垒的高度 实际上就是和金属的公函数无关了 因为这个的大小等于多少 不就等于三分之二的近代宽度吗 所以一旦有了丁渣 费米能基丁渣的效应 那么肖特基室垒也就定下来了 那么对于硅来讲 那么这个就是0.6电子伏特左右了啊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比较变成常数了 因此呢 它就是室垒高度 与金属的公函数无关了 而这个半导体体内 在这个零偏压情况下 能带的弯曲量的大小 室垒高度呢 哎 这也很好理解 就等于三分之二 以及减量一个啊 这个费米氏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导带体到费米能基的 这个距离了 那么这个这个重要的推论 就是说什么呢 由于丁渣呀 本来对这个像这样一种条件 像这个金属里边的费米能基 高的话 它大量电子应该向半导体流动了 应该在半导体表面形成反阻挡 这个阻挡 这个反阻挡层 就是形成欧姆接触 可是由于丁渣效应的存在 它对公函数不敏感了 阻挡层 依然是存在地 那么下面呢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像这个像这个这个 这个金板接触室里区的电视分布 那么这个还是以N型半导体为例了 那么这个没什么新鲜的 和金属的和PNGN一样啊 只不过是呢 由于金属这一侧有大量的负电额 它可以积极在非常窄的范围里边 因为金属体内静电平衡 这不容易有电静电厂存在的啊 在这个零片下 所以呢 它寄绝在金属表面 非常薄的一层负电盒 所以所有的这个空间电荷 其实基本上都这个 这个斩困的半导体这一侧 这就和这个N正P结是很相像的啊 因此呢 波松方船耗尽层尽色 往里一带 这个东西都很简单 前面都讲过 对这个距离上积一自分就是电厂 那么加上这个边界条件 在耗尽区边界的地方 电厂为零 所以你就得到一个具体的表达式 然后再对电厂积一自分就是电视 那么电视的这个边界条件呢 要求这个积分场所有个边界条 这个边界条件这样来定 那就是使金属这一侧的费米能级 对应的这个电视除一个负Q 让它电视是零啊 电视是零 这个地方对应的是零 那么于是呢 你就知道在零的地方 X等于零的地方 这个电视呢 这个地方的电视能是 Q反应S是大于零的 所以它对应的电视是负的 反应S除以负Q嘛 所以你把这个边界条件带进去 你也就求到了具体的VX的表达式 那么这VX里边 我们都假设用了一个D 这个D实际上我是不知道的 那么怎么样来求呢 只要这个D是和边界一样和电压有关的 于是也要用边界条件 那就是什么 在耗尽区的边界数 半导体的边界数的 这个电视的大小是多少呢 这不就等于EC减掉EN吗 减掉EF吗 这等于QφN 所以这一点电视能是正的 电视就是负的 而加上这个φN S和这个φN之间 又存在一个VD的 这个D就是内建 这个接触电视差 当然如果有外加电压的时候 这一点大小就是VD减V 对应的电视差 所以你把这个公式再带进去 于是呢 你就这二者带着 把这个式的带到这V里边 你就可以直接得出来 看D有关系的 这么一个和电压有关系的 这么一个耗尽层的厚度了 这和N正P解实际上是非常相像的 P正N解非常相像的 那么下一步呢 有了D之后呢 你就可以知道 施加反向偏压的时候 这个耗尽区的宽度 因为它完全是解剥松方程 它也不涉及费米能级 什么概念和便宜结 实际上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情况 它完全 这个积分 电视差就体现在 外加电压 就体现在压降上面 所以它也得出 和单边突变结一样 类似这么一个兼具 耗尽层的宽度 然后呢 也是平行版电容器 所以它也是随方分之一 这个与单边突变结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自己要熟悉一下 还可以啊 但是呢 这公司要记住 特别是这个公司 很重要 你要知道ND和V 以及二分之一 这些重要的量的关系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简要介绍一下 金板接触的整流接触理论了 那么刚才讲了一些 重要的概念之后呢 后面讲那个整流运输理 数据理论 其实也和这个篇解很相像的 只不过要用一些 更加特殊的近似条件 那么首先讲一个扩散理论 那么什么叫扩散啊 我们知道扩散 是由浓度梯度所导致的 而我在讲浓度梯度的时候 告诉你 从高浓度向低浓度会发生扩散 为什么是这样 是因为碰撞啊 无归运动的话 这个力平均起来 是个力 推动某一个面 高浓度要比低浓度的地方 对某一个理想的面 这个作用力要大 所以他就推动这个面 向低浓度方向扩散啊 这个这个运动 所以这个就是扩散的原理 因此呢 我们在讲扩散理论的时候 说你要求电流 为什么这样求啊 那就是说 它适用于室内宽度 远远大于电子平均自由程 什么叫电子的平均自由程啊 那是电子平均无碰撞 这一段时间里所走的距离 那么当这个耗浸层厚度 高室内宽度厚度 远远大于 和这个平均自由程的厚度的时候 也就是说 在室内宽里边的电子 在输运的时候 频繁的遭受碰撞 那么这个情况 那么不就可以用 与和浓度梯度有关的扩散 有相关联起来吗 因为你要不停的碰撞 这不就是扩散吗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来考虑 这个这个这个 扩散理论的电流了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考虑这样一张能带图啊 这个这个你可以加电压 可以不加电压 因为什么电压就体现在QV 这个VD减V上面啊 正电压VD减V就降下来啊 这个势力降低 负电压V是小于零 VD减V就大于零 就增加了 所以呢 势力就增加了 这个就实际上是符号 简单的变化就可以 和平均一样的 那么因为这个情况下 在半大体体力是存在 这个耗尽区里面存在电场 所以要同时考虑 势力区的扩散和漂移电流 于是这个电流写成两部分 这是漂移一项 这是扩散一项 那么有了这两项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安逸斯坦关系 把这个迁移率给换成扩散系数 要进一步呢 还把这个电厂写成电势 于是你得到这样一堆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呢 呃 不太好求 我们核心说要求这 所以呢 于是经过一个巧妙的处理 就说什么呢 这个等号两边啊 等号两边 同时乘上一个一指数因子 这个堆因子 于是这个因子乘上去之后啊 很重要一点 就是方程的右边可以写成一个全 全的微分式 全微分式啊 全球导的一个式子 于是呢 我要求这 那你应该把这个的除过去了 可是这些量你都不知道 怎么办来办 积分啊 积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呢 我们对等号两边的这个式子 在这个耗进区里边进行积分 X0到D里面进行DX的积分 其实右边很好 简单 它把DX就约掉了 就变成这个0到D之间 这个背积函数的一个定积分的差了 但是左边那个式子怎么来求呢 我们这样来求 因为这个电势啊 前面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这个这个式子带进去 可是你要知道啊 这个对这样一个 在这个地方电势等于0的 这样一个体系的话 这个所有的半导体体那个能带上的 考察区间里边的这个电势都是小于0 因为电势能是高的嘛 所以电势都是小于0的 那么电势小于0负的QV啊 这个QV负的QV那就是大于0 所以这个一指数里边是个大于0的一指数 而且呢 随着这个X的增加 像体内的深入啊 这个负的QVX的绝对值啊 实际在减小的 你要知道一指数的减小 减小都是很快的 因此呢 这个背积函数实际上更重要的 第一个进次 那就是它取决于X等于0附近的 负的QVX比KT的值了 因为这个指数快简单很快的 如果你要考虑X等于0附近的这个电势值的话 那么X的很小 所以X的方向比2XD就是小量 因此呢 可以忽略掉 所以呢 这个式的带进去之后就变得简单一点了 变成一积分 把啊 这个X方也拿掉 就变成一次项的积分 这个好积分的 积分完了之后呢 就得到这么一堆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当中啊 第二项是远远小于1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是可以忽略的 之所以可以远远小于1呢 是因为这个书上来讲了 实际上这一项呢 就代表的是这个式累高度啊 就是这个QVD减V这一项 VD减V这一项啊 远远大于KT啊 也说这式累还是有一定高度的 远远大于热 这个这个热能量对应的热运动 对热能量对应的这个这个式累 所以呢 这个你带进去你给试一下 就约等于这个 所以这一项呢 又是负指数项 所以它远远小于1的 如果这个QVD减V远远大于KT的话 那么这一项就忽略 忽略之后 左边啊 积分出来就是个常数 是这样一个式的 那么现在处理方程的右边的积分 右边的积分 我刚才讲了 这是一个全V分了啊 全导数的 所以你称点X之后 就变成里边贝基函数0到D之间的 一个定积分的简单的差值了 那么你要做这个差 你就要知道N0ND V0VD 那么对于N0来讲呢 我们这里面引入第二个近似 叫做平衡态近似 所谓平衡态近似 就是只要加不加电压 无所谓 就是什么X等于0这一点的 这个电子的浓度N0啊 我们都因为它和金属始终 加不加电压 都是直接接触 电子可以这个直接交换的啊 不太影响对加电压 所以我们就认为 它和没电压情况下 没加电压情况下的这个 这个地方的电子的平衡态的 电子浓度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情况 平衡态的电子浓度 这个地方等于多少啊 我们用体内的这个 电子浓度N0来衡量的话 由于他们考察的是 导带体和费米能级的 这个距离呢 在表面处的地方呢 它离导带体的距离 要比这体内啊 要多一个QVD 所以在浓度上就体现是 负的QVD 要低那么多倍了 所以呢 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写出 第一个近似 就是N0这个地方 是这样一个数 那么ND就不要说了 无论加不加电压 在ND的浩尽近 边缘的地方 那电子浓度 实际上都是和平衡态 体内电子浓度是一样 那么N0ND有了 由于VX这个式子是已知了 所以呢 V0和VD也就已知了 而且呢 更进一步呢 这个VD还可以写成 这样一个式子啊 这个也很好理解 就是D这一点的电势呢 实际上如果这地方 你考虑的电压 实际上这个势力高度 是VD减V乘以Q 所以呢 你要知道这一点的电势呢 这个电势能部就等于Q的 放音S 减掉 这个决定能量 减掉这个VD减V吗 就是这一点的 这个能量啊 那么除以一个负Q 不就变成负的 放音S减就负的VD减V吗 就变成了这个 实际上这一点 就是VD这一点的电势 VD这一点的电势 你就直接求出来了 那么有了V0和这个VD之后呢 带进去 那么这个式子就可以求解了 那么这个式子求解之后 给你什么样一个结论呢 就给你了这样一个一大堆的结论 再加上利用这样一个关系式 那就是在表面地方的表面式啊 这一点表面式 因为它小于零的 它和VD在平衡态 没有外加电压的情况下 是存在一个互为 这个相反倒数 复数的这么一个关系的 所以呢 你把这个关系整干净 你得到这么一大堆公式 那么这一大堆公式有了之后呢 我实际上我们就是方程的左边和右边啊 积分都可以得到了一个比较简洁的式子了 那加上这个式子的应用 平衡态这个式子的应用呢 我们经过一定的这个一项处理 就得到J和V的一个关系了 可是你注意 由于这里边含有式类的宽度低 那么这个式子呢 还不是J等于JV的显示的这么一个表达式 于是呢 你要把D带到进去 而D前面已经求过 它可以直接写成和V的关系式了 所以呢 有了这样一个关系式之后呢 你带进去 你就发现什么呢 哎 这个式子就变得简洁了 前面是一大堆 然后后边呢 倒是一个和PnJ类似的 这么一个一指数 电压依赖关系 于是呢 我们就把前面这一大堆像 叫做这个扩散模型里边的 反向饱和电流像 那么这一项呢 有了之后呢 这个整的扩散情况 电流公式写的可以比较简单 和这个PnJ很相像 但是和PnJ不同的地方呢 是它这个反向饱和电流 不是对电压不依赖 而是有依赖 而是随着反向电压的增加 而且是快速增加的 所以这一点呢 是和PnJ不一样 另外一点呢 就是扩散理论 适用的是这个室内宽度 要远远大于电子平均最有点 也就是让电子要在输均的过程中 在耗电区里边 又不停的碰撞才可以 这也就是说 它是对这个小迁移率的 迁移率比较小的半导体 是适用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课程的 这么一个简佬的复习 那么这个复习就到此了 有没有 这个新 complètement 那么这个消灭的 我们就在这边 这个词 我们这边